OK,那剛剛的那個程式部分的話 就寫完,應該是還蠻可以理解的 大概步驟就是基本上 那個Visual Basic這邊 填上分別把公式填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讓它可以顯示最後的結果 OK,那可是如果換一個情境就是說 如果我首先等一下請各位 先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複製的話就是拖拉加一個Ctrl鍵 Ctrl鍵按住之後再把左鍵放開 OK,我們等於這兩個一樣 當然這一個一樣可以有這個功能 不過我們可能要換一個方式來做 那假如說請各位把這兩個按鈕 選的話按右鍵 然後分別如果你要刪除就減下來也可以 這個其實不要 然後並且把這個下拉 把這個清單A2到底下來把它刪掉 Ctrl Shift向下 也就是把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那如果假如換一個方式就是說 以後可能就是說像剛剛這個 這個標籤是已經給你這麼多人的資料要查詢 另外一種情況是說 你也可以針對輸入的 比如說我只要一個 一個的話就是把這個Ctrl C好了 然後呢Ctrl V貼到這邊 然後你當你把這個編號填上去之後 我希望呢這邊自動把答案給顯示出來 自動顯示 有沒有其實我發現 職場上面很多人每天做的事情都是 希望可以輸入編號 自動把它需要的欄位自動帶出來的話 這個需求其實還蠻多的 因為我看那個YouTube上面的影片 好像這部分的人看的蠻多的 那顯然這部分有一個需求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如果今天呢我希望呢 輸入編號 不過輸入編號的方式呢 當然有幾種 有的時候其實就是手Key 可是自己Key的話 因為這麼長的編號很容易Key錯 所以一般需求是希望 可以把它做成下拉清單 最好是點一下有沒有 然後自動幫我把這邊的這些清單 直接帶出來用選的比較快 可是呢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 比如說A欄裡面的ID 當我點它的時候旁邊有個箭頭 自動下拉 然後可以讓我用選的 那如果要選的話 其實你如果要把它變下拉清單的話 其實在Excel裡面是可以辦得到的 那主要是在哪個地方 在資料裡面的也叫什麼 資料驗證 就這個功能 資料驗證 OK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當你點擊這資料驗證 它會出現 預設是任意值 這個儲存格 本來任意值隨便輸入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下拉清單 就是清單 如果你變清單的話 它就會怎麼樣 讓你可以用點的 然後向下拉就可以 所以你可以怎麼 清單點一下 但是它會問你說 那你的來源是什麼 來源喔 來源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我要A欄 就是Booking裡面的A欄 就是這個 其實我記得這個地方取消一下 在那個公司裡面有一個名稱管理員 他好像已經幫我們把Booking ID有沒有 已經先指定好了 所以呢 你將來就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名稱 booking ID 來代替這個範圍 那你可以用選的啦 不過它已經定義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給它一個 所以喔 一先把郵標放這邊 二的話 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然後選擇清單 OK 然後並且按F3 再來源的地方按F3 跟它講說 你幫我建一個清單喔 那它這個清單來源就是從ID 按確定 然後你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一個下拉清單出現了 那以後的話 你可以用選的 到底哪一個 你可以找找看 然後找到之後的話 你點了其中一個ID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帶出來 不過目前你說老師那沒有帶出來啊 對不對 那如果沒帶出來的話 那怎麼樣讓它可以資料帶出來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 不過你會發現清單 現在這個地方有沒錯 可是底下有沒有 底下沒有 那為什麼沒有 特別注意喔 你在做資料驗證之前 如果你油標只放一個 它會產生一個 那你說老師 那我希望底下全部都變成清單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把什麼呢 把這個整個範圍 Ctrl-Shield向下 底下全部怎麼樣 通通選 所以你要只選一個 就只有一個清單啦 那如果全選的話 你要選到最底下是1048576 那你可以怎麼 一樣資料驗證 試好了 套用 然後呢就直接怎麼樣 一樣清單 改成 Booking ID 然後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地方 全部通通加了清單 所以要特別對清單的加法 一選範圍 我喜歡的是Ctrl-Shield向下 油標放A2 Ctrl-Shield向下 那就全部選 這個是Step1 Step2的話 就是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這個是2啦 你就選這邊 然後 那記得改清單 這個地方按F3 跟它講說 幫我把那個 Booking ID 放到清單裡面去 那就OK了 那將來呢 如果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會全部通通有清單的 有沒有 點擊 你有沒有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了 OK 如果說呢 下一個步驟呢 我希望說呢 當我點了這個 這個ID 它會自動把後面的五個欄位資料 通通幫我調出來 那如果當我把這個資料刪掉的時候呢 也自動幫我把這邊的資料給刪除掉 那這地方該怎麼 如果可以 那以後你要查資料就方便了 以後 可能查資料的需求不外乎就是整筆了 這樣這個是全部給你 老闆說 你幫我查這個清單裡面的資料 好 那我就寫一個程式 一下就全部 但是有一種可能性就是說 他的資料是紙本的 那紙本變成說你要看紙本 然後去挑那個東西 那如果你要用紙本有沒有 那挑 或者說可能剛好有一個客戶他要查資料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找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自動挑這個資料 那怎麼自動挑 其實就變成說有一個判斷 如果這邊有資料的話 那就幫我把這些資料都顯示出來 那如果沒有資料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變成空的 就是不要有資料 所以這裡的話呢 就變成說如果我今天有這個需求的話 那要怎麼完成 那當然 但比較簡單的方法 但你想說老師那我也可以用之前的公式 我先把這個之前公式 先這個公式 直接Ctrl 11一個好了 我先做一個 然後呢把這個公式直接貼過來好了 他一樣可以帶過來 你說老師那我可以直接 直接就一拉他就有了 沒錯啦 可是問題如果 假設我這邊刪掉 他會變成像這樣子 有沒有 那這什麼意思 就是呢 他查不到資料 所以可能的話 你變成說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能夠讓他變連動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需要用到邏輯判斷 因為他可能有一種情況 必須要跟著什麼 這後面五個欄位 必須要跟著前面這個ID去連動 當他有資料 他就顯示公式 當他沒資料 那就他也沒資料 所以這兩邊是要連動 那可是要連動 要怎麼連動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變成要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在邏輯裡面 如果 如果前面有資料 那就幫我帶公式過來 如果前面沒資料的話 那我一樣沒資料 所以 可是要怎麼樣 利用這個邏輯完成這件事情 請各位先試試看 所以第一步 請各位先把剛剛這個 BIOLIS 再複製 複製就拖拉加一個Ctrl鍵 然後產生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把這邊的資料先刪掉 刪掉完之後的話 再利用我剛剛講 先把這個刪掉完之後 看看你刪掉完之後 直接選 選完之後 記得資料裡面的 資料驗證 這個稍微找一下 然後清單F3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